2021年索尼影业出品的新片《新生化危机》 不但口碑惨败而且票房扑戒 最终全球票房仅有3800万美元 虽然这部终于游戏原作的新片最终成了烂片 但是《生化危机》这个丧失题材IP依然火爆 流媒体剧头网飞即将在今年夏天 重磅推出真人版新剧《生化危机》 本剧共8集7月14日一次性上线 本剧将分为两条时间线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 14岁的姐妹杰德和比利搬到了新的幻雄市 随着他们在小镇的时间越长 他们越发察觉到小镇平静之下的暗流涌动 而且他们的父亲可能隐藏着足以毁灭世界的秘密 第二条时间线则讲述十多年后的地球 只剩下不到1500万的人类 而感染了T病毒的丧失数量高达60亿 已经30岁的杰德在这个世界中挣扎求生 而过去的秘密仍然困扰着他 本剧导演布朗温修斯曾经指导过不少高分美剧 《绝命毒师》第一季 《风骚律师》第五季 《行尸走肉》第十季 几乎每一部都是经典佳作 所以这部《生化危机》新剧是炒冷饭 还是能弯出新花样 就看这位女性导演的功力了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关注我了解更多欧美娱乐资讯 感谢收看 记得点赞 记得点赞 字幕后rule呢 故隙 字幕后续 字幕后卖